去旅行維持住好腸胃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有腸胃不舒服 土俄便秘的經驗 我們都有 有時候女生會在離M之前 即是所謂的谷M期 或者去旅行最初幾天都會遇到便秘的問題 可能是水肚不復 或者是時差 搞到身體時中亂了 突然之間去旅行 別人暴食都會有便秘縮便的情況 令到可能坐在廁所裡很久 明明有便宜都去不了 而我就靠吃這隻益生菌去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看下去了 深夏人丹是日本的百年大藥廠 日本連續26年銷售No.1益生菌 這款益生菌是以比非得士菌為主 一般益生菌是有兩種 就是比非得士菌和乳酸菌 研究顯示 場合內有99.9%都是比非得士菌 絕對是維持身體健康的重要元素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鼻敏感的問題 還有有時候都有皮膚敏感的問題 這款Befina SI益生菌強免疫判方 有珍貴的乳鐵蛋白 特別針對平衡免疫系統 抗感染有效改善免疫力 調理過問題則 比非得士菌和乳鐵蛋白有效互相幫助 加強抑制惡菌生長 和增強抑菌活化 進一步改善腸胃的免疫力 益生菌最怕被胃酸殺死 吃了多少都等於沒用 而Befina SI益生菌 就有專利三層耐酸性徵求技術 可以確保最少90%的益生菌 和乳鐵蛋白 可以通過胃酸直達長度 發揮到功效 食用方法其實都很簡單 每天一至兩包直接倒入口中 再用溫水送服就可以了 食的時候都要避免咬爛 那些微小的蒸球火粒 就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還有靈溫口味 非常易入口 兼是沒有任何膝藥成分 亦都沒有副作用 基礎改善腸胃健康 增強免疫力 亦都可以有效 舒緩濕塵敏感 當然每個人的效果都不同 對於我們來說就有這些效用了 講講兩個人吃了一個月的實際效果 我自己吃完一個星期後 已經會定時地去便便 去旅行得非常暢順 不會再像之前一樣 說起這件事 我就想起Kiki幾年前去年瘡 她當時很久沒有便便 亦都在當地試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最後都是靠食益生菌才有效果 排走毒素之後 皮膚的狀態都會更加好 亦都會少了生暗瘡、暗粒 個人的氣息改善了 同時消化系統都會好 食後一個月感覺到鼻敏感是少了發生的 還有現在來到日本 都沒有皮膚敏感 如果想改善這些問題 大家可以試一試